这个拉法业案不上诉 我个人有非常强烈的意见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立法委员 当立法委员 我是国防委员会的一个招委 这个案子呢 监察院有个调查报告 厚厚的一本 里面有一部分是公开的资料 有一部分到今天都列为机密资料 我很认真的去看完了 我来纠正一下立宏 刚刚讲的几个数字 第一个 他的整个拉法业案 拉法业件八艘 我们花了九百多亿去买的 他的回扣是四百多亿 不是立宏你讲的三百多亿 我还少讲了对不起 还更多 当时国防部追加预算 达七次之多 那这个案子是监察院 把它前前后后写得清清楚楚 只是有一些机密的文件 他当时没有公开 好 九百多亿的案子 有四百多亿是回扣 这四百多亿 到了谁的手上 今天没有人知道 我们再回溯一下 当时国际媒体都说 法国的政要有拿 中共高层有拿 台湾也有很多人拿 那到今天这四百多亿 到谁的口袋去 跑到什么地方去 都没有查出来 而黄检察长说不上诉了 所以你应该跟黄市民 应该要喊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怎么可以不上诉 这个案子是非常有问题的 应该再把它翻出来 重新去检讨一下 那另外呢 刚刚我们讨论到 南方硕说 这个灭亡计划 是他跟国民党 极高层那名得到的 我也想请这个 南方硕先人说清楚 国民党的极高层 我坐在那边想 第一个叫做荣誉主席 第二主席 第三副主席 否则我想没有人敢说 我是国民党的极高层 那副总统上算极高层 荣誉主席呢 荣誉主席就是 连战跟吴波雄 主席叫马英九 副主席有几个 洪秀柱 林峰正 黄敏慧 蒋孝岩 曾永泉跟詹春博 这几个人请你说说看 哪一个人告诉南方硕先生 我想这几个人要公开的澄清 否则这个灭亡计划 是不是我们可以打一个问号 还有刚刚大家讲到 这个姜仪化 道不道歉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民进党 把一个帽子 把一个吊子拉得太高了 姜仪化他纵使会觉得说 对这些部分 他有一些可能发言不当 可是你们说他毁限乱政 他今天如果道歉 他就坐实了你们给他这个罪名 叫毁限乱政 等一下 毁限乱政 在一个学者 姜仪化他除了是行政院长以外 他也是一个政治学的学者 但在行政院长的位置 他如果承认他是毁限乱政 他行政院长马上就要下台了 所以你们是弄了个陷阱给他跳 他只要承认 道歉 他马上就要下台 好了 下台以后他回去教书 学生也会质疑他说 老师你是毁限乱政的一个教授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把这个调子 拉得太高 罪名弄得太大了 他没有办法去道歉承认 今天行政院是被立法院监督的单位 就好像市政府是被市议会监督的 您当过市议员 当过立法委员 今天市长如果指责议会说 你们那个议长不适任 你要赶快下台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 我坦白讲 我觉得他的身份 不能做不能讲这个话 他讲了这个话之后 他现在不承认 对不起 我觉得他 我坦白讲 我觉得他不是上台的报告 他应该要下台 因为他在政治诚信上面 他说谎啊 他现在说谎说我没讲这个话 他说我今天除非我提的这个主子 不然你就反驳我说我这个主子稿是假的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在我们节目中也说过 他应该针对这个部分 就是说造成这个政局的一个动荡 他表示歉意或者表示遗憾 我上一次在我们节目里 也做这样的表达 但是我觉得说 今天再看看你们安的这个罪名 他如果要承认这个罪名 我觉得可能是有 但是他不是不承认罪名 他是说不承认讲过这个话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把这个 替他辩解这个走偏了 他现在不是说我讲过这个话 可是我不承认这个罪名 他说我现在没讲过这个话 他就说谎啊 这更严重了 他为了要规避责任 他把一个更大的一个石头 压在自己头上了 其实秦议员秦委员他也是媒体员 联合报戏 那我们在从小看他花系列 后面都有一段 他在精辟的解析 那个刚刚花系列 那个精彩的剧情 所以联合报的事情 你可能熟悉 中国时报就交给我了 这个吴敦毅跟这个南方硕 以前中国时报的同事嘛 而且里面你仔细看 说高层说 我可触怒了龙言啦 然后我说下一个可能就是我啦 这是南方硕自己的解析嘛 这一次是这个王金平 下一次可能就变成吴敦毅了 那还有谁啦 不是他还有谁嘛 就是吴敦毅嘛